好了 现在我们做那个豆腐鱼头汤了 鱼头一定要先用姜爆炒 要煮一煮鱼头 因为很腥 烧红的锅 下姜 爆一下姜 下鱼头 下鱼头 当爆香鱼头就可以下中火 慢慢煎一下 等些姜汁出来 还有鱼头 其实鱼通常会爆至少少金黄色 这样才行 反过去 然后煎至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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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煎至金黄色 有空就煎至金黄色 有空就煎至金黄色 我这里买了两个鱼头 其实四件左右 不是 一个鱼头 我这里买了五十元 当然 我这里的街市很便宜 其他街市会比较贵 不要太猛火 太猛火就会很快 姜又焦 鱼又没有爆得那么香 你慢火慢慢再爆 爆久一点 这个豆腐鱼头汤就是 我喜欢芫荽的 加些芫荽 而且我今天不炒菜了 就直接加西洋菜 加一些汤 那你又有菜吃 如果有些人很怕芫荽味 那你就不要加芫荽 你不加芫荽只加西洋菜 或者你喜欢白菜的 你就加白菜 什么菜都可以 可以做这个 豆腐鱼头汤的菜 然后你煎至鱼头香香香的 炒菜 把芫荽香香香脆 把皮蚝都被爆油 便要白菜 不断煎至少 alla茄草 接着 却加水 下多少水呢我教大家下 一碗 两碗 要较大火了 其实可以下三碗 这样 又是刚刚盖过鱼头 煮滚了鱼头 煎过的鱼头煮出来的汤是白色的 它自己会变白的 我会切到那么大粒 那你放些豆腐下去煮吧 我只是买一磚豆腐 你看到很多,我只是一磚 开大一点火 又煮一下 有些人喜欢下皮蛋,也可以的 不过我就一般,所以我少加一只皮蛋就切 一开四,一开四就放些皮蛋下去煮 看这个汤很漂亮,白色 然后呢,现在就可以下西洋菜了 西洋菜不要太大棵 你要大概这么短 不要太大棵放下去,因为很难吃 一开二,有些西洋菜买回来 摘了一半 再放菜下去煮 现在会滚了 好了,但你不要常常煮 第一,鱼头会烂,豆腐会烂 你把西洋菜滚到西洋菜变成青绿色的时候 我自己就喜欢下芫荽的 有些人就很怕芫荽味,你们就不要下了 我自己下,我喜欢芫荽的 但芫荽就一定要煮熟,生食有重 那也是,因为有些鱼头 我都喜欢加少许胡椒粉 是这样的 接着就加些盐 你淡一点就不要加那么多 加少许就可以了 那这个豆腐鱼湯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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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记住 订阅我的镜生活啊 订阅我的镜生活啊 订阅我的镜生活是不用付钱的 一元都不用付的 除非你入镜生活做会员的 因为未来我可能有很多机会 会送出我的嘉宾的礼物啊 参筆签名啊 那这个呢,只是会员才可以参加的 所以如果是纯粹看片呢 你订阅就可以了 现在通过了 两个何凭机 那就可以先用监粹看片 那是否费用监粹看片